8月25日,是我们这次旅行的第十天,上午我们开车离开了比利时烈日,北部小镇上的这一个房车营地,向位于德国西北部的德国第七大城市杜塞尔多夫近发,距离比较近,就一百多公里。 我们用了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到了位于杜塞尔北部莱茵河的旁边,这个平价比较高的房车营地。 关于我们为什么入住这个房车营地,在以后的视频中再给大家详细介绍。 拌好入住手续,把车停在指定的车位上,从我们拖挂房车前面这个大储备箱里,拿出房车专用的电源线,接到房车营地的这个储电桩上。 这个电源装的旁边还有水管,这样我们平时用水也比较方便了。 拖挂房车进入房车营地,有水有电,就和家里的仪式一厅没有什么区别了。 吃完午饭,时间也比较早,蓝天白云的天气也比较好,我们就开这前面的小车。 向着德国这个,人口约62万,是德国广告、服装和通信业的重要城市杜塞尔多夫进发了。 这个德国的第七大城市,也是19世纪德国诗人海因里西海涅的出生地。 进入市中心,我们把车停到了日本街旁边的街道上,这条街之所以叫日本街,主要是因为街道两边有很多的日本餐馆和超市,并且这些日本餐馆非常的正宗。 日本街,离杜塞尔多夫的老城和莱茵河也很近,这样我们转一圈之后,还可以品尝一下正宗的日本拉面。 我们沿着日本街,先向杜塞尔多夫美术馆方向走,然后穿过现代美术馆到了杜塞尔多夫的老城区,中途还穿过了两个商业街。 今天是星期天,人挺多,还挺热闹的,特别是老市政厅旁边,莱茵河的岸边,一个大台阶的下面,很多人沐浴的夕阳,观看聆听这位年轻音乐家的小提琴表演。 看了一下地图,从老市政厅广场到莱茵河,还有1.3公里,大约需要走20分钟左右的时间。 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们就不打算往莱茵塔去了,听了一会儿这个小提琴音乐家的表演,我们就穿过老城,往国王街的方向走去。 国王街是杜塞尔多夫最重要的一条商业街,国王大道的两边有很多世界著名的奢侈品牌的商店,而国王大道河的两边却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夜市。 喜欢吃小吃的朋友,一定要到这里逛一逛。 由于我们想品尝一下,小红书推荐的这家正宗的日式拉面,我们就没有吃小吃。 直奔了这家日餐馆,确实很正宗,服务员也都是日本人,天也黑了,正好赶上饭点,吧台前也做满了老外。 我们点了一份传统的汤面,又点了一份他家新推出的冷拌面,和两条秋刀鱼,味道还是挺正宗的,价格也不便宜,一共花了我们四十多欧元。 总结一下我们这个杜塞尔多夫的半日游,一共徒步行走了五公里左右,用了大约四个小时的时间,感觉这个德国第七大城市。 是一个古老与现代相结合的美丽宁静的绿色城市,人和动物也能很好的和谐的相处。 实际上在欧洲生活长了你就会感觉到很多中小城市比那些世界著名的像巴黎,巴塞罗那,罗马等这种乱糟糟的小偷多的大都市生活起来更加的惬意。 好的杜塞尔多夫半日游的视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吧。 最后有一个小的通知,我建立了一个欧洲房车旅游群,感兴趣想加入的朋友,可以关注我加我的微信。 词 volte来没有发展,又来有了一场空车旅游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